国姓桥耸云天绿调公园规划接近完工 为了广纳意见 县长林征日前邀请高工局立委马文军 国姓香隆会以及地方居民 到现场进行视察的工作 希望针对目前规划 听取民众以及高工局的意见 让整体规划能够更完善 让桥耸云天开幕之后 可以吸引人潮 帮助地方发展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设施 需要我们高工局来协助的 因为现在里面有一些益红尺 那么益红尺现在干顾 不好看 都裸露 如果说我们可以来研究 让我们能够益红尺把它蓄水 在利调方面 我们还在家常做一些更大的利调 来吸引观光客 让他们能够到这边来做喝咖啡 休闲 带小孩子来欣赏蝴蝶 相信将来蝴蝶一定百花 好白种的蝴蝶来这边来展示 让小朋友来观赏 高工局南投公务团长表示 在现场进行勘察之后 民众及县府也提供许多新的建议 而针对这些建议 也希望县府依照规定来申请变更 公务团也会全力来支持 一起打造乔爽云天 帮助地方发展 从今天一个观赏 绿雕公团目前是一个初步的 一个出 那个租金出来了 这个绿雕公团未来应该可以带动 国性的一个相关的观光的产业的部分 我们观光局这边 目前政府遇到一些相关一些问题 我们会积极来后续做一个相关的组织 因为各自两个机关的一个互相协调 包含用地 包含后续一个 他们也需要增加一些执灾 或是增加一些相关的设施 这个部分我们会配合县府 提供相关计划之后 我们会尽数来帮忙尽快加强审核 来符合国性乡相关一些 居民的一个需求的部分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林县长 以及县府团队 规划侨耸云天绿雕公团的用心 也期望在侨耸云天开幕前 能够针对部族部分加强来规划 让绿雕公团可以更完善 进而打出知名度 帮助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国性乡采访报道